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要謝謝我們縣台 也有很多我們的府選幹部 我們這邊請永參委員一一來致謝他們 也介紹他們 日本和台灣的關係是 什麼要做 什麼要做 什麼要做為保護安全 因為當時我來台灣 我害怕 去街上 我只是在乘車 我不覺得安全 只要去台灣 因為安全問題 所以你們為什麼要做 安全性 讓客人和投資人 來投資在台灣 我們加拿大陸主是在問說 加拿大的投資者在這邊的安全問題 被保障 因為他們的時候 加拿大的投資者在這邊 包括他們坐計程車 他們可能並不是感到那樣的安全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要能夠吸引我們出手 除了剛剛講的 我們的同資的相關規定要鬆打 之外 該國自己的社會秩序是否共產 這也是一個指標 對啊 該國 那以台灣來講 台灣現在其實在亞洲來說 我們的社會秩序 我們這幾個犯罪 我們打擊犯罪的整體表現 都是非常好 對啊 那我們當然會不會 一贏這樣我們就覺得好像不夠了 我們還會持續的更加 少在這樣 突然第一個 就是原有他問的那個就是相關的 實質的回應 那雙方政府可以曬立 他跟人民期間也很需要 第二個是每一個國家把自己的 攀子能做好 是非常好 能夠吸引 OK 首先 在這方面 我們可以做好 我們可以做好 改變 我們可以做好 那種方式 我們可以做好 各國 都需要 建立一個 安排 安排 國人 來 在這方面 台灣 是很棒 在攻擊 我們 有一個 安全 環境 所以 我們 我們不相信 我們不相信 這算是足夠 我們會繼續 改變 那 我們過去 有外國人 來台灣 通過的相關 那我們會去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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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 想像是在中國 他們可以去投資的人 會够被抽取一半的 他們的,進行 在 Lipden 欸 就是在中國 他們投資者 一半的值錢 會被抽取 台灣是,自由民主人稱 作為未來投資者 我想要投資在一個國家像台灣 但我想去看看 台灣是革命的 而是不像中國 所以我們的規定要投資的投資是正確的 所以我的未來投資會被保護你的法律 對你的新政府 投資當然會有一些管制作施 那有的限制到資金牌均 限制到福利海 那當然要納入一路 有一定的規定 投資會有好誠實的法律 我們現在在放置的時間 所以美國的投資會被保護了 所以他們的投資會有一定的隱私規範 他們的投資會有一定的隱私規範 然後他們會有隱私規範 隱私規範 所以沒有隱私規範 像在中國 在中國 中國有商標 我認為台灣是法制國家 是相當法制的 因為我們是屬於樓 它是不像在中國 所以那類型的問題 會有在中國 但不會有在台灣 是屬於樓 一把銜認 確實一把銜認 所以 我想 外國經驗搶業來台灣 都可以 因為現在都是 外國經驗 都是可以的 我們歡迎投資 因為我們是國家的規範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 任何類型的規範 也有任何類型的自由 在國家的規範 那關於財務 你會讓人們來投資 來投資嗎 你意思是 增加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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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稅務上 你有沒有給國外投資者 很優惠 然後還有 他有問到簽證 我們有這種優化細節 我們會均均 自己國內投資 我們會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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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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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自由地移動 抱歉,請再說 對,你會更正確和平衡 所以,這會更容易讓外國人來投資 因為在某些國家 他們會很困難讓人來投資 在移民和法律上的法律 例如,如果我投資在中國 他們會很困難讓他們投資 如果我們投資在中國 他們會取得我們的權利 去擁有這個商業 留下腳步 我們先等媒體採訪結束之後 然後我們的永昂委員 會來跟大家一一致謝 謝謝大家 給所有支持永昂的人 幫我們跟 幫永昂跟所有的大哥大姐鄉親們 謝謝,謝謝你們 感謝大家的支持 你們,就像我們家人一樣 永昂,從政移入到現在 沒有你們,也沒有張永昂 這不只是我的當局 這是我們共的生意 我們也感謝很多年輕人 在最後的時候 領生和人數 讓我們的技術 進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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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